看到运火之路定档 赵丽颖成长公主 才明白 额浩子几亿买雨凤行版权 将她作为大杀器的选择有多明智 要请稳列说出的每句话都不好惹 仅凭几个预告去把观众瞒捏得死死的 真真是让人忍不住回忆起 赵姐在雨凤行中 霸气侧漏的亡烟雨落 不然只有现实生活中是大女主的人 才能在影视剧中将角色魅力全部展露 并能保证自己的角色不会遭到魔改 早期也都说赵影视八五花的末尾 可今年从第二十条的聋哑人好秀平 一个眼神戳进无数人心底的眼神 雨凤行中永远将天下人护在身后 坚持着自己心中道义的审离 定档十月一日上映的《遇火之路》 因为丢失了自己的孩子变得坚强冷酷 用犯人的手法来惩罚犯人爽感的举动 这几波每一个都拿出来在如今的八五花中 不是能将他们给圆圆甩在后边的作品 要知道雨凤行作为赵灵首次兼致之作 不仅让他在演员的道路上转型成功 更是成了内女古偶的又一巅峰之作 布押配角装造 让每个人都能成功上桌 让小和内心的悲苦被人看见 让军人复在临死前看到真正的正义 让上古大妖的形象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反派 以及用唢纳及国际乐团 给每个人都打造的贴近灵魂的配乐 可略是让观众们回到了零几年的时代 重新吃上了那鱼该有的细糠 你们现在有没有开始期待起 赵姐在电影《遇火之路》里的表现呢